何晨光 你跟我出来 看什么看 想做起能啊 我要走了 难道 你不想知道 我去完成什么任务 我不能问 我也不该问 我们都是军人 你会恨我的 我不会 你真的会恨我的 我不会的 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无论你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我都不会恨 我没那么狭隘 如果必须那样 你才能完成任务 我只会把这 当成是你的牺牲 你是军人 你属于军队 你不属于 不属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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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资格说这样的话 你也不用跟我解释 对不起 我走了 何晨光 这是我第一次抱你 也是 也是最后一次 这一次 之所以动用红细胞 特别轻松小组 不是因为金海的情况复杂 更重要的原因 是这个人的出现 他的代号 蝎子 这可不是个小角色 他是驰名海外的 国际杀手 在你们当中 好多人还没出生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丛林中 打游击战了 还去了 东欧的特种部队留学 他学习的是狙击手 后来 他去了外籍兵团当兵 狙击手 抠击队员 他还是外籍兵团 第一个 亚裔的军事长 离开外籍兵团以后 他就当了雇佣军 职业的杀手 帖子 这个人我非常了解 他的手上有我们的人的血债 这一刻好 啊 来 穿一点点 好 再来 再来 非常好 非常好 你们是 不是省官听的 总队长啊 你们来干什么 王雅东他没回来过来 我不是来找王雅东的 我是来 看看你的女儿 你们警方不是也说 我女儿啊 和王雅东这个案子 没什么关系吗 是没关系 那既然没关系 你们还来 你们这不是骚扰我们吗 这件事情 对我们家 造成了多大的困扰 我们两位都是老师啊 你们都走吧 赶紧走赶紧走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可以想象到 你们心里所承受的压力 我今天来 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们什么忙 再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什么都不想知道 你这是来伤害我们知道吗 赶紧走 我知道 你们都是党员 经过我们研究决定 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 这件事跟党员有什么关系啊 我下面说的事情 希望你们要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角度 救我们 救我们 我知道了 你跟我结婚觉得很委屈对不对 说什么呢 这怎么可能呢 那你在想什么呀 我在想一个人 一个女人 肯定不是我 对 不是你 忘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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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那边吧 走吧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呀 是不是 想吃了我呀 告诉你 我可奉陪啊 想怎么吃 来吧 我 我问过别的女人 我问过别的女人 我看见了 不对 我没看见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真的就不想知道 到底是为什么吗 不想知道 为什么 我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呢 我以为你会问我 我为什么一定要问你呢 我跟她真的没有什么 你一定要相信我 谁呀 我问的那个女人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又不相信你 真的什么都没有 既然什么都没有 那我更不需要问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宽容 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宽容 你 离开的这段时间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 唯一没有想到 我告诉你 你可别胡思乱想 这游戏是游戏 现实是现实 你喜欢玩战争游戏 这是一回事 可是女子特战队 是另外一回事 你可吃不消的 你说得对 好了 那就别想了 快排练吧 可是我还想去试试 一会儿你慢点啊 慢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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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这这 我感觉你逼着这个梯子 怎么能不安全呢 咱们 咱们 咱们还行 没事 梯子结实了 放心吧啊 你放心 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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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又不是打扮年装呢 差不多就行了 爸 哎呀 你还急吗 不能透一点霜的啦 天宝 你小子是打瞌睡 找到枕头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给我偷看女兵 小心我敲你的火栗子 来的都是一帮吐龙 谁想看的 没事的放心啊 好啦好啦 行 收拾一下吧 赶紧 哎呦 这梯子定的真的不好啊 老伯爷 晃着看 雷神 我分基地指挥部命令 前来更新电子装备 我们的电子装备还需要更新吗 这可是最新的北斗当兵追踪系统啊 而且上期还要求你们派一个人 所以到电子对抗团进行培训 我们的设备不需要更新了吧 不就是让我们加强戒备嘛 行了 你就把设备留这儿 走人吧 这个我们不需要培训